本集中, 本集中 本集中, 本集中 本集中, 本集中 患什麼病, 做牙齒治療 要特別小心? 北上體牙要了解清楚 繼續回來健康關注組 我們今天的話題就是 北上體牙治療要注意 介紹今天的兩位嘉賓 有牙科陳雪卿醫生 以及註冊運動營養學家 歐善兒, Cindy 是, 跟Cindy聊聊天 有什麼食物呢? 我們吃了之後 對於牙齒是很有幫助的 如果以減低口腔的酸性為原則 其實有點指引 是 當然要減少食 或者喝酸性的食物 或者飲品 是 要不你用餐的時候 選擇鹼性的食物, 吃最後 例如芝士、牛奶 放在最後才吃 要不你睡覺前 儘量避免不吃酸性的食物 是 如果真的要喝汽水 這些碳酸類的飲品 盡量用飲管去飲 因為會少接觸到牙齒 而如果吃一些 偏向酸性的營養補充劑 例如維他命C 有些是用來咬的糖的形式 這類也會影響酸鹼度 而且避免吃完酸性的食物 就馬上去刷牙齒 最好是半小時至一小時後 才刷牙齒比較好 對嗎 是嗎 是嗎 陳先生 也是, 沒錯 Sindy也說得很好 所以不要咬糖 小時候咬糖 我現在不牙不靈, 先遮住 我咬完了 你想問陳醫生 有哪些牙齒的問題 需要麻醉和接受治療嗎 如果是麻醉的話 很多牙科的治療 都需要用麻醉藥 例如比較嚴重的補牙 刀牙筋、刀牙筋 以及最常見的剝牙 這些都需要用麻醉藥去治療 如果用手術去治療 很常見就是左身的智慧齒 或者左身的多生齒 因為他們多數都是 部分或全部都埋在牙槽骨裡 如果要拿出來 就可能要做少許手術 不過也有一個很簡單的手術 這樣拿出來 除了牙齒的病患者 有其他身體病患的人士嗎 他們處理牙齒的問題 是需要小心一點的 也有的 首先看看有否長期病患的人士 或者有否有些治療 例如一些癌症治療 或者病人本身有否長期吃藥物 例如一些抗型血的藥物 或者有否骨質疏鬆的藥物 或者打出骨質疏鬆的針 這些一定要跟醫生說 因為有時候可能需要延遲治療 或者需要問他們的主診醫生 要否調教一些藥物 才可以接受牙科的治療 或者有些嚴重的 可能要轉介到醫院 找醫院裡的牙科醫生去處理 我想問Cindy 有否做完牙齒治療 例如刀牙筋或剝牙 飲食方面有否要注意 剛才我跟阿陳醫生談過 對, 其實最主要是 譬如刀牙筋 但你還沒裝牙套 盡量避免吃太硬的東西 或者像我這樣 我本身的牙齒很敏感 很熱、很冷、很硬 很刺激性的東西 其實也盡量避免小食 陳醫生 剛才我們說了 有些病患者 那方面看牙要注意 有否慢性病 類似身體有其他疾病 如果他們北上去洗牙 或者看醫生的時間 有什麼地方他們也要注意 最好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病歷 見醫生的時候 一定要把自己的病歷告訴醫生 最重要是否有藥物敏感 真的有什麼藥 有什麼長期病患 要告訴醫生 讓他們會注意 例如有些很常見的 例如有些病人有先天性的心臟 心漏病等 如果他們做一些 我們看起來很簡單的治療 例如洗牙 他們洗牙之前 可能也要吃一些抗生素 先打底下 避免感染才可以做 所以一定要注意 對,還有跟醫生說 如果真的不肯定 就先問了自己的西醫 駐診醫生 或者登記的意見通 醫見通的話 就會有完整的病歷 相對就很安全 說回來 其實如果我們平時 我們很想上去嘗試 感受一下 北上上去洗牙 或者看醫生 我們本身自己 有什麼要注意呢 都好像剛才所說 最重要是找一個相熟 或可靠的醫生 因為我們看牙 很多時候的治療 都要連續剩下 不是一次過 如果有相熟的根 一定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如果像長者 要北上 在那幾間指定的診所 或者機構上用醫療券 最好還是要登記的意見通 否則有機會 可能真的用不到的醫療券 還有長者 多數有藥要吃緊 或者也有病歷 也會比較複雜 如果有那個 那些長者 也不用擔心 自己會說漏了給醫生 開牙 知道你有什麼要留意 那就比較安全 另外想問Cindy 我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預防口腔疾病 令牙齒更健康嗎 其實牙齒和牙肉的健康 與否也會直接影響 個人的健康狀況 其實你想到 如果牙齒好 其實我們可以吃到 一些多元化的食物 是 不同質感的食物 可以吃到 你要多點選擇 即便會較容易做到 均衡飲食 另外有研究指出 維持好口腔健康的人 相對患上心血管疾病 以及呼吸度感染的風險 都會較低 陳醫生, 你有什麼要補充 教我們怎樣 口腔護理 每天一天 比較簡單 其實最重要是保持口腔清潔 是 早晚刷牙 最好要用牙線 牙縫刷 這兩種都很重要 聽到沒有? 兩位? 我有用牙線 好, 今天謝謝兩位 上來和你們分享 謝謝 花椒, 白角, 胡椒 還有呢 Timo, 今晚吃雞球嗎? 是呀, 我無辣不歡 相信很多女生跟我一樣 都很喜歡吃辣 我還上網看到 這些香料對身體很有益 那就不怕吃得多了 吃得多會不會生瘡? 生瘡就不漂亮了 不怕 讓我先問專家 Anson, 我很喜歡吃辣 聽聞用這些香料來煮辣菜 很有益 是否真的? 其實一般香料裡 都有很豐富的抗氧化物質 還有抗鹽成分 其實如果用這些香料去取代一般高納的調味料 譬如鹽 醬油, 蠔油, 沙茶醬等等 其實的確會幫助我們減少吸收蠟質 對身體帶來益處 還有裡面的抗氧化、抗鹽功效 都是十分之好 還有呢 其實煮食的時候 加多這些香料的話 一來可以令到香氣更加提升 二來令到食物的鮮味、甜味、鹹味 都會更加出去增加我們的食慾 還有很多這些香料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不同顏色 其實都會令到顏色更加吸引 更加鮮艷 讓我們吃多些食物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吸收足夠的熱量 和多些營養素 通常這些香料都用來煮辣食物 例如馬辣火鍋、酸菜魚、雞煲 那是不是越吃得多對身體越好呢? 但是平常吃得多辣食物又很容易生瘡 其實這些香料裡面 放進這些煮食的時候 裡面的確有些好的成分 一些抗氧化功效的成分 譬如裡面有一個烏皮酥 有一些胡椒鹹 有一些方張唇等等 其實對於抗氧化、抗鹽都很有功效 但是剛才你說的食物 其實一般烹調或者再加其他食材的時候 都會比較高脂肪和高鈴質 所以其實本身的香料很好 但是其他東西令整件事變得不好 吃得太多的話 容易脂肪和辣質攝取都會比較高 影響了這個生活管健康的問題 看來喜歡吃辣都要懂得吃辣才行 要小心食用 要不然小芯會變成孖潤腸 要不然小芯會變成孖潤腸 gur訪拍子 不來不見 快點